我觉得现在 Base case scenario 就是说 应该是 higher for longer 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这一句话应该 更加深入人心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红号策略》 如果你解释不清楚 你就看这个Term Premium就可以了 Term Premium本来是负的 它就是10点 就是说 这个期限利差就是你 但你为了鼓励这个投资者 更多的去买这个长短债务 持有长短债务 那么你要给它一个补偿 因为它要拿10年 和拿2年 你的这个系统的不确定性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就 你就需要给它一个补偿 这个叫Term Premium Term Premium就是 之前是负的 之前是负的 好像0.3 0.4左右 但是长期来说 这个Term Premium 一般在3到4个点左右 所以仅仅是这个长端的 这个长端的Term Premium 从负的转正 现在是零点几 就已经开始转正了 那么 你就足够的把你的长端利率打到5以上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一个比较直观的解释吧 另外一个衍生出来就是说 当 我们看到一个U-Curve Inversion 就是一个 极限利差 极限利差倒挂的时候 但是倒挂了之后转正 同时Term Premium转正 这个时候呢 一般往往来说 就是经济急剧放缓的时候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也看到了 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 就业数据也降下来了 劳工的这个 工资的增长 速度也降下来了 等等等等 那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它都是从 市场的结构里头 反映出来的 那这个我觉得呢 就足以说明了 就是说 这个期限利差变化 那足以说明了 就前段时间 我们看到这个抛售潮 那最惨烈的一天 我们看到的 抛售潮相 相当于就是说一个 三倍方差的一个波动 那三倍方差就是一个很 罕见的一个 一个情况 对吧 但是呢 你看这个整个 美债交易的情况 对吧 那它在 历史上从来没有连续跌了 跌过三年的 同时如果你看一下 所有的资产类别 哪一个资产类别跌了最多 居然是美债 对吧 就是十年就长 长期一点的美债 大概跌了50% 甚至多一点 跌了一大 一大半了 那你想想就是 港股是从 最高是33,000 对吧 跌到现在18,000 那还不到 还跌不到一半 对 所以呢 前一篇文章说呢 美股反而它是一个最大的 最大最大的熊啊 因为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而且这个 这个 黑色幽默之处在于 美债本来是最安全的资产 对啊如果你是个 Pension Fund 或者说一个Lonely Fund 那么其实你 最 容易做的事情就是 买 一个美债 Buy了后 当然这样的话 你到期你本金肯定要兑现 同时你每一期 每一期还可以拿到Coupon 但是呢实际的情况就是说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那么 你手上的这个仓位 这个长期的美债跌了50% 对啊那么这个呢 也是去年的时候啊 如果大家还记得 去年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的 Guilt 就是那个英国的政府在业 差点要爆掉了 对啊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现在 到了这个 周期的末端 它 允藏了各种各样的风险 那这个风险 有的时候heat you from 你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 美债市场很可能 就是说 对于 我们现在 下这个阶段的这个交易 它可能是最关键的variable 如果没有通胀压力 它也没有必要 拼命地往上加息 如果没有通胀压力 但是我觉得现在 basic scenario 就是说 应该是heat for longer 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这一句话应该 更加深入人心了 因为 加息是从 21年 21年吧 21年的下半年开始了 对吧 那么其实呢 整个这个加息 它是非常灵力的 但是呢 它也是相对比较长的 一个加息息 而且呢 它从底部上来 上了500个bps 它的这个基准利率 所以你想想 就是说 它会不会减息呢 如果通胀下不来 它也减不了息 那如果 通胀比如说 维持在3到4左右 那么它的利率是5左右 那么其实 利率并不高的 因为你的real rate 就是你实际利率 还是在百分之一 还是偏低的 我觉得更重要的 就是说高利率 它怎么样去影响 我们这个business cycle 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大家都觉得 你一加息 这个经济就不行了 就肯定要爆掉了 结果 它不但没有爆 好像还挺好 大家这个 这个这个 找工作很容易找 然后呢 想跳 想跳潮也很容易跳潮 然后跳了潮还有工资加 然后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通胀呢 缓缓地在往下走 同时呢 这个美国的corporate earnings 非常好 对啊 这个盈利季 它又是70% 80%的 这个公司呢 它是beating the earnings guidance expectation 那同时呢 你看一下呢 就是说 美国的公司呢 因为它手上全是现金 它像Microsoft这种 像Tesla这种 Tesla是没有债的 但传统的公司 像GM和Ford 它有200%的这个 这个负债率 但是Tesla是没有债的 Microsoft它融了一大笔钱 所以人家账上全是现金 所以呢 你可以加 你可以加钱 没关系 因为我账上现金 反而还给我 不断地产生现金流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 这个周期 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个地方 老百姓其实因为 在疫情的时候 也发了很多现金 对吧 这个银行 这个SK Savings 还有5000多亿美元 这也产生现金 然后呢 你看一下美国的家庭 因为它的 美国人买房子的时候 它是固定的 就是它是一个 这个固定30年 所以人家的利息 可能就在四个点左右 现在七个点 没关系的 还赚了呢 对不对 所以它没有什么影响 影响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新增的 比如说这新增的这个 房地产的这个贷款 可能就没有人买房了 对啊 影响到新房的开工啊 等等等等 但是人家美国的这个 它的这个房地产 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重要 对于它的经济来说 很重要 但是没有那么重要 对啊 那所以人家就好像就是 磕磕碰碰的也过去了 对啊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这个cycle 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就是 呃 大家这个觉得软着陆的这个 概率非常大 因为搞了这么久 这经济还ok 但是呢 美联储呢 可好像就要开始要放松了 对吧 虽然大家觉得 我们是不是就是 美国经济就躲过了一劫 呃 我觉得现在 双方都有各自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一半一半 所以这个 呃 这场赌博我是不会参与的 你究竟是 它就已经会soft landing 那soft landing的话 你引出一个完全不同的 投资的scenario 清静 那如果说是hard landing的话 美国衰退的话 那全世界都很难好的 对啊 所以呢 这些 我觉得这个还没有一个正确 或者说还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答案吧 我觉得现在只能够 我相信所有的交易员都是一样 就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 那交易一些比较 呃 确定的场景 那比如说 那人民币7.3 7.4 它就是一个周期性的地点啊 呃 港股一万七很便宜啊 呃 这个日元 呃 150 不知道说不说出啊 对啊 然后呢 这个美在 在短期呢 它可能这个抛售潮呢 基本上结束了 所以呢 这个交易 这本反弹的交易呢 应该还可以走 还可以走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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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星期 对吧 那么这些都是确定性比较高的 但是再往 外看 你就看不清楚了 因为说实话 没有人见过这种组合 你看 也没有人见过这个 在这个 整个世界的供应链 对啊 在 呃 重组 然后呢 中东还在打仗 对吧 然后 你想想如果中国 中国在这个供应链里头 或者说你的这 原来的一个流水线 分成两条三条 甚至更多 你必然会产生新的成本 对啊 那么 然后呢 这个向你新能源的过渡 啊 这个 呃 对于原油的需求 反而会增加 而不会减少 必然产生 通胀 工人 疫情之后 都要躺平 对啊 然后大家不上班 那必然对工 工人工资的要求 所以你看美国工人现在 这个一罢工 我要涨50%的这个 这个太吓人了 当然这个 说着这个FedEx的这个 美国的快递公司 FedEx的这个工人 他一年的工资 好像十几万美元 十几万美元 就是送快递的啊 十几万美元 还有什么 各种各样的benefits 还有节假日什么 所以呢 我觉得 我觉得看吧 我觉得谁都 所以我没有听到一个 或者说我没有看那个 这个非常有说服力的 答案 双方都有理 所以呢 这个赌博 50%的胜率呢 是很 我是暂时不会参与的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